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姬见过允王殿下 禀报殿下 最近这段时间 钱奴营附近多发疫病 所以陛下特命姚姬 跟随殿下押送罪犯至钱奴营 查看疫病情况 昨夜父皇已派张公公到府传达旨意 既然如此能让父皇安心 就要劳太部了 殿下言重了 这是姚姬的职责所在 本王念你与四弟兄弟情深 虽然他已是暮江之人 但我想 他应该非常想来送你一程 所以就请父皇魄力恩准了 毕竟 这很有可能是你们此生 见的最后一面了 你是不是该感谢本王大发慈悲啊 多谢殿下大恩 记住啊 别露出马脚了 不然父皇的一片苦心 就让你给辜负了 四弟 别怕 虽然今后三哥没有办法在你身边保护你 但你在三哥的眼里 早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越来越像大哥 坚强了 便会勇往直前 无所畏惧 或许 从此我们兄弟俩再无相见之日 但你要切记 三哥说过 我会好好地为自己而活 你也要答应三哥 无论日子多艰难 都要好好地活着 活着 才有希望 说得真感人哪 但活着 等来的不一定是希望 也有可能是无止尽的绝望 殿下说得是 我多行不义 才落得永世为奴的下场 也盼望殿下 也盼望殿下 以我为鉴 对你唯一的手足 手下留情 我跟四弟乃是皇族亲兄弟 自然不会自降残杀 不像你 你除了是个奴隶之外 更是个不容于世的怪物 来人 请四殿下回府 是 羽王殿下 不知好歹 殿下何须与一个怪物计较 不如让瑶姬押送罪奴至前奴营 殿下可回皇城陪着陛下 不了 本王要亲自去 正对 出发 是 柏王为此成奴 局势大变 诸位 想比昨夜已经获之了吧 我等昨夜都已知详情 不料伯祥之意背后 竟然会隐藏敌国的内斗 这就叫啊 狗咬狗 活该 但既然 释出于楚有欲死于其父的阴谋 伯王为其申冤 与楚有贞联手谋法 这可是逆谋大罪啊 那为何伯王能逃过死劫 楚奎啊 阴险狡诈 这么做 当然不是发慈悲喽 王侯所言甚是 那如今看来 伯王在伯乡 不仅是败战 而且是谋反 那他既然是死罪 为什么要选择回去呢 求饶啊 当然是求饶了 他现在不是已经求他一条命了吗 俊瑶 你为何始终一言不发 你们所议论之事 皆是牧已成舟 无需再谈 眼下我们该注意的 是伯王未死 被流放之前奴营 伯乡之战 我军侥幸取胜 如今敌军已退至明州城 明州城一手难攻 固若金汤 敌军可以借此休养生息 立兵莫马 而我军反而陷入僵局 是啊 明州城啊 是敌方皇城的贪偷宝 若打下明州城 破敌 指日可待 但是我军 对其帝氏军情皆一无所知 现如今 咱们士气正旺 若想继续打胜仗的话 就需要一位 对敌方内部军情了解的人 所以我认为 我等该潜入乾奴营 营救伯王 昨夜我得知伯王未死 享了一整夜 他与楚归决裂 乃天赐我净良机 他是这世上 唯一对敌国军情 了如指掌的人 我们若能解救他 说服他帮助我们攻破明州城 这对我军取胜 绝对会有巨大的帮助 不行 此举太过冒险